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N100的超精英低功耗尼利主机 盘雷WI-6 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是我们所有测试中最多的一类 目前为止一共测试了25款 我们把它们的内外接口 功耗基础性能 总结在这里 大家可以按图所翼 看看自己喜欢哪类低功耗小主机 N100是低功耗小主机最流行的CPU 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它能构建软路由 初级家庭服务器 也能做HTBC 完成好视频播放的任务 虽然它没有HDMI 2.1 输出高刷信号 但它便宜啊 几百元就能买到准系统 只是毕竟N系列已经发布一年半了 英特尔新的低功耗CPU是否已经在路上了呢 或者英特尔在低功耗这一块完全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根本不想更新 今年内英特尔会更新低功耗CPU吗 我觉得不会 大家觉得呢 盘雷Wi-6小主机 它装置了英特尔N100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层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DDR4内存 3200MHz M.2SATA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加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纳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 12V3A 一共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双USB3.0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HDMI2.0接口 双USB2.0接口 千兆网口 12V电源接口 底部周围一圈 和两侧有通风口 取下4颗底部螺丝 轻轻掰开 看看内部接口 按DDR4内存 3200MHz 2280的M.2SATA SSD 取下SSD 下面是WiFi5无线网卡 BIOS里我们能看到PLE设置的是15W PL2是20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 跑在了接近42W 整机功耗22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9GHz 我们一直单考了1小时10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2W CPU温度最高86度 SSD温度保持40度 散热是非常优秀的 CPU-Z 多线程1307.9 单线程384.3 和我们测试过的多款N100小主机相比 成绩是差不多的 GIGBENCH5 GIGBENCH5 多核2736 单核995 第二梯队 估计是DDR4内存和SATA SSD拖了后腿 GIGBENCH6 多核3122 单核1213 同样还是在第二梯队 SELIBENCH223 多核3003 单核931 多核成绩不错 在列出的所有N100中排名第二 SELIBENCH2024 多核196 单核60 在我们用SELIBENCH2024测试过的N100低功能和小主机里排第一 PASSMARK多线程6202 单线程2083 非常不错的多线程成绩 在所有的N100中排名第一 综合上面的比较 盘雷WI-6 N100 在所有的N100产品中 性能都算是数一数二的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379,439 CPU得分178,451 我们还给N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543,412 XX20 289,737 CORMARK 10,0109 CORMARK超过了10万分 很好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核子8位2GB非压缩信号 全功能Type-C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核子8比特2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核子 超频后Type-C接口能够支持4K160核子的8位2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接着我们看英特尔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阴解本地8K60核AV1视频 YouTuber8K60核AV1视频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M.2SATA SSD 500Mbps 这就是SATA的速度 Type-C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1000Mbps 这是USB3.2进2外置存储的读写能力 WiFi测试 螃蟹8822C1WiFi5无线网卡 跑上了560到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WiFi5网卡跑出的最好水平 这台盘蕾Wi-6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12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25瓦 待机最高功耗才6.1瓦 按这个结果 36瓦的小电源能够轻松搞定 时温29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0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FPU单烤 CPU满载的噪声接近49分贝 收回在耳边38分贝 待机时噪声36分贝左右 耳边35分贝 播放YouTuber视频 耳边36分贝 这是低功耗小主机 非常优秀的静音表现 弹雷N100小主机 12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发挥算是非常不错的 它有几项 跑在了所有N100的前列 散热和静音非常优秀 不管是待机 还是播放视频的时候 都非常安静 即使是烤机CPU满载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6度 耳边噪音也在40分贝以下 非常好 待机功耗也很低 这一点真值的夸奖 有点奇葩的是 厂家的介绍里 根本没有提这个全功能Type-C接口 还说只有双HDMI显示输出 我也就真信了 要不是心血来潮 测了下C口的读写速率 发现竟然是净兔 跟着C口接上了PD电源 竟然能够启动小主机 然后又链接了显示器 发现能够输出高刷DP信号 我差点就错过了 这个全功能Type-C接口 缺点吗 只有一个千兆网口 会导致用途受限 但如果作为一台HTPC小主机 它还是非常合适 总结一下 盘雷Wi-6N100小主机 出厂12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在N100的小主机中 排在前列 散热和静音非常优秀 接口方面稍微差一点 但全功能Type-C接口 扳回一层 性能优秀 散热静音优秀 有全功能Type-C接口 喜欢便宜HTPC的朋友 别错过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 医生